台中市北屯区的布子里人口成长快速 邻近的军工和建工国校已经没有空间在容纳新校舍 因此市府选定了景贤和环中东路口 另外在新增设一所布子国校 面积近2万平方公尺 预计109年招生 这天由市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动土典礼 市长也表示市府有责任打造良好的环境 让市民享受宜居城市的好生活 职产动土祈求开工顺利 台中市北屯区布子里除了军工和建工国校外 又要新增设一间布子国校来因应快速成长的人口需求 这边重化区多交通很便利 生活机能好 可进的未来人口还会激增 所以我们可以说未雨绸缪先做准备 布子国校就是我两年前宣布 要兴建的学校 经过两年已经都通过都市的设计审议 今天动土开工 预计是两年就能够完成 市府指出台湾市人口突破280万 北屯地区就占了十分之一 而布子里内有重化区又仅邻74快速道路交通和生活机能便利 移入人口快速成长 几年的军工和建工国小已经没有校地容纳新进的学生 因此市府在两年前就开始规划在景贤和环中东路口 赤字1.8亿元新建布子国校 这天终于开工动土 这边的人口一直移入 然后都没有那个多 就是学校都太拥挤了 校舍啊 像那个军工国小或是建工国小 几乎每年都是报班 就是学生都太满了 如果说有多一个国小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整个空间 就可以拥有比较舒适的学习空间这样 这个父子国小在74号快速道路的旁边 那北屯又有铁路高架捷运化 现在捷运立线也要通车 未来呢74号快速道路跟国道 1号4号都会空中高架连结 市府表示学校占地近2万平方公尺 预计109年招生 第一年先招收12班 再逐年增加到42班 来解决移入人口的学子就学问题 记者李江台中查不到